亚太金刚山总会不定时的举办社区座谈活动 为的是将佛法带入生活里 就是不杀生 那不杀生的 应该说是你不要杀生 但是你要积极的去护生 保护这些生命 譬如说我们不随便路上的花草 你不要随便把它摘下来 看一看就把它丢掉 或者树 你也不能说随便要砍就砍 这是一个生命 其实我们有很多动物 就栖息在这个树上 你把它砍掉它没有加 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说护生 同时呢也要护什么 护我们的心念 我们生起来就是一个生 就是一个生 你要护你的心念 不要去有那个杀心 基本上佛 佛法很注重那种基本的 你一起的那个杀心 你就会乱杀一通 你就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不对 但是你这无形当中 你就造上了这个杀业了 第二个是不偷到 不偷 那很简单 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 不是你的 你就不要去拿 这个甚至延伸到 你走到你经过人家的果园 果园的话 它那个树上也结了很多 譬如说龙眼啊 什么其他水果 雷雷 结石雷雷 我们过去的 哎呀那没关系啊 就栽一个龙眼吃吃看 这个在我们的界底里面 也是不允许 庙石法师开示 众生不只要不杀生 还要能够积极的互生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导